今期終於介紹愛與雷霆的石頭人扣格 早合日買了這一套 我本來沒有打算買這一套 誰知我因為要儲蓋加登斯奧芙特加勒士的小小樹人 多了這個素體 身體的身體 我比剛才錯了一套 後來一次過追了綠姐 先有了以下的石頭人 我習慣叫他石頭人 他真的好像石頭人 大部份手腳,頭手腳身的可動 我都介紹過 在他每期介紹他單獨開其他角色盒 有屈過給大家看 但我們都在今次的視頻看看 武器方面有一條這樣的棍子 即是他配件的所謂 頭那棍左右令沒有問題 上下的可動幅度都大 他比一般的六吋高一點 大概六吋到這個位置 半個身左右 下這個位置 手腳的可動 九十度是有的 沒有任何替換手型 那不算是 頂了 檔下的可動幅度 我覺得是漂亮的 我覺得最大的特色應該是山羊頭 樣子其實看不到 這個位置就... 有點鬆 它是不想玩的 但是... 鞋子寶的造工質量 只能說是親癡不齊 因為我是沒有浸過熱水 這樣就可以了 它其實都不算中獎 只是設計問題的素體 這種脫手的現象 不論Figma 和S-Channel 我都看過是有的 所以不一定是怪 鞋子寶的 甚至黑法人都會有這種現象 它其實是單獨分件 但是是瘋死了 所以是並不能拆開 這隻角色 其實都算是 雷神4裡面的小賣點來的 即是... 怎麼說呢? 他們那個... 團隊裡面的團寵 後期被宙斯 把他炸到頭 然後... 呂武神把他的頭 綁在自己的後腦上 變相多了後眼 其實很搞笑的 這隻角色的定位 這隻角色呢 這些紅色和藍色 是有做到深淺去對比的 這些界位是深色的 底色是淺色的 就是這樣 那隻腳的這件夾 就是一體成型的 那這種設計我挺喜歡的 那腳的那邊都是... 都是一個球形波裝 左右零行沒問題啦 那... 還有一些毛衣 那這個造型是... 那個叫什麼... 維京人那種造型 那種... 灰托斯就是... 好像是戰神4還是戰神5 我忘記了啦 就是... 因為... 我很久之前玩的 它就是一個維京版本 那個造型 就是... 異曲同工之妙 那...其實看得出呢 這裡剛剛我不是玩掉了嗎 它這裡其實也是會掉的 大家看看 那條界其實很開 那就大概基本上是這樣 其他沒有什麼細節上的問題 那這裡可以左右轉的 這個位置應該是沒有固死啦 這裡可以左右轉的 那就基本上是這樣啦 那這隻東西都蠻敘手 那有一說一的這隻東西 其實我... 現在覺得是蠢了的 我不應該一套買 但是... 你不一套買呢 這個... 身體的body 又好像多了出來 因為我買船 它有送這個body 但是... 這一隻東西在國內 鹹魚和淘寶呢 大約一百五元人仔 所以你說... 便宜到什麼程度呢 那...所以... 老實說... MAROLANDER其實是挺划算的 大件夾底吃 你們可以理解就是... 所以呢... 其實我喜歡玩... MAROLANDER多於喜歡玩晚代的東西 你們如果看回我的視頻都知道 那...雖然說...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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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是... 一分成一分放我個人接受的 那... 那這隻金色的羊是... 真的賣點幾有趣的 那... 基本上就這樣了 好啦... 今期視頻到這裡了 我們下期再見啦... 拜拜...